賴清德是極力再捧狗狗吻 大概也會全力的動臉幫他輔選 恐怕今年過年 不跟我吃火鍋 會跟狗狗吻吃火鍋 我就說不會去你那一鍋 小玉的媽媽 昨天晚上有碰到 就是他在整個初選的過程 是很委屈的 他也給我看 他們給山水做的民調 確實是被幹掉 就是說他們 他民調比較高 對 他就認為說 因為後來他們就沒有正式的民調 好像是鄭文燦打電話給他們說 你就這樣刷就對了 所以他們很不滿 他們在麻豆 他媽媽是一邊一國的召集人 他是永哥的故鄉 郭秀珠 所以永哥的故鄉 陳曉玉這女孩子 他論述能力也不錯 長得也很漂亮 被民進黨這麼殘殺以後 同情票就很多 所以長得 他今天才去鐵棟兼頂級 三到四就對了 不是 因為他說他要白色力量 白色力量 所以 所以這場選舉熱鬧了 賴清德幫郭國文站台 柯文哲幫陳曉玉站台 韓國瑜幫你站台 現在都要欠一個韓國的 有 這不就總統前哨戰了嗎 柯文哲要去幫陳曉玉 我昨天晚上從他媽媽的談 應該是說他們會跟白色力量合作 我說他怎麼沒有找時代力量 他說沒有 白色力量 所以就講得很明白 柯P好像現在是在幫那個 陳思宇 白色量本來在這裡 沒有 這個是因為先選 台北是先投票 127 316 台南是3月16 所以這一局完了以後 那就表示柯P2020 還沒有斷念 2020 有人說他斷念嗎 大家都說他沒斷念 沒有 他最大的困難就是 蔡英文配上賴清德 蔡賴沛對他來講威脅最大 對他來講就是難度增加 如果不是蔡賴沛 那柯P恐怕是揮選不可 他也認為他揮選不可 那如果是賴清德自己出來 這樣更加深色 會比較判算 會比較判算 柯P也比較判算 所以這局 為什麼昨天晚上 就是他 那個太太還是這樣 這長男在 他媽媽跟我講就是說 他會選擇跟白色力量合作 而且要選到底 也就是說對這一次的整個過程 是被派系運作把他幹掉 他很不滿 那我大概就是 我是聽到他們說賴院長打電話給里長 要里長參加國國文的肇事跟活動 你講這個我請教一句 你有要選嗎 你說那兩個我都不滿 因為我是主委 我是主委 現在台南市沒有人 這個整袋徵召 沒有人 那就等於中常會 他要通過徵召 中常會徵召我是避無可避 雖然這個地方是麻豆區 很綠 但是我知道 你說這個區域很綠是不是 很綠 三屆委員的選舉 沒有一個國民黨 沒有選過一個國民黨 聯繫三屆 三屆都是五席 議員 沒有一個 立法委員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國民黨 所以他們認為說 民進黨意識形態太重了 讓台南的榮越愉越這些 真的沒有出路 起碼要有一個國民黨的聲音 在國會發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